民進黨今天下午正式提名 蔡英文參選總統 但國民黨則是總統初選作業才開跑 人選最後是誰還有得拖 不過若是由朱立倫對戰小英的話 平面媒體最新民調出爐 蔡英文42個百分點支持度略減 對上朱立倫的34個百分點 兩人差距拉近到8個百分點 國民黨他有黨產他有組織 他只要是動員下去 其實我們都要很小心的 所以我覺得民調都只是參考 蔡英文選不管是對手是朱立倫或王金平 畢竟都還是國民黨 那對民進黨而言 這是一場艱難的一個選戰 那民調拉近代表說我們的努力不足 對上呼聲高的朱立倫 立委們都認為不能大意 而民調拉近主因 民眾直接點出 就是蔡英文對兩岸問題持續打模糊仗 相較朱立倫 下個月就要親赴國共論壇 正面影集 除了朱立倫對於有意角逐的王金平 民調也顯示蔡英文若是對上王金平領先14個百分點 但對上吳敦義和洪秀柱 則分別高出43和48個百分點 對決小英從民調來看朱立倫差距最小 也難怪藍營支持者有6成2都希望朱立倫出來選總統 不到這個最佳的一個時刻還看不出王院長的一個民調真正的一個威力 挺王立委不甘示弱 不到最後一刻不見分曉 但朱立倫承諾要坐滿新北市長任期 若宣布角逐總統十幾點為何 是否辭去首長職務 朱立倫手中算盤怎麼撥 牽動大選風向球 歡迎新聞楊文雙談論台北採訪報導